你这是人生第一次开卡电车吗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卡电车 真的吗 那你会紧张吗 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 你跟正常开车有什么区别 好 不会紧张因为他 他说可以撞来 你第一次开卡电车 你的感受如何 我觉得很快 还是有点好 我觉得他们很快 我们不是说不能超车吗 哦 我们说不能超车 所以你超车车啊 他们超车的时候 我要碰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很怕 因为我去安全定义 真的我就这样子 就是他们很近的时候 我就开始下车 对我像平时开车的时候 你第几名啊 第三 都问我几个人 大家猜一共有几个人 所以 我先三名 所以你最开始预料自己是能第几名了 原本预料自己可能很有可能 你看我们都没有设过键嘛 就没有设过键 他想说 哎 在我们就学不合 搞不好呢 就是 然然然然然生气的事情 你还会想开第二次吗 你会不会想开第二次的 有如果看 看的是不是 不排斥不排斥 然后自己不会想到那种 就不太写了 没事的 捏你就不太写了 不太写了 我喜欢 我喜欢你 静态一点 我喜欢你 六岁以下的同裁会做这种 没有 就是很正常 就是无聊 不太写了 那以后可以就是只喝 喝起来 所以以后只喝茶 不喝咖啡怎么样 不可以 我觉得我咖啡上瘾了 上瘾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现在没有喝咖啡 我觉得很苦 那不然你就睡吧 你现在就是 哭了就睡怎么样 工作时候不能睡啊 那就在线求助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喝咖啡 嗯 你现在在线问 就是跟大家求助一下 什么问 没有 就是对着镜头 我问一下大家 除了咖啡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你们不要跟我说一样 这两好作息习惯 哈哈哈 有什么样的 尽管 有什么相当的